经济崛起的中国大陆 全球时尚精品分涌而至 满足每一个奢华的想望 因为你要做白领的话 大家都背的是好包 而且就觉得比较有档次 一个众人的初衷 为其一股慈善春风 正慢慢吹进中国大陆 被人遗忘的角落 小心师父 小心你你 小心 虽然我们语言听不懂 但是你笑他很开心 这里长命百岁 越来越多人 不再满手追求财富 你好 感恩你 祝福你 心里好 不思考不思考不思考 在助人立他的行动中 找到开启心灵父母的钥匙 好 感恩 好 来 来 好 来 好 来 我们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东南亚的几个国家都很便捷 农历年前春运正式启动 往西南宁车站内 陆续涌进搭车返乡的民众 地处中国大陆西南边陲 广西民工的返乡盛况 一点也不输给东南沿海 经济发达的城市 好的 红线还有 旭红线还有 都会有 还有啊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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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机遇 南宁实实发挥区位优势 就像地标所在的朱景花 傲视屹立大陆西南方 然而 蒙采油门的经济 却也硬生生地拉开贫富 两端巨大的裂痕 一走进农村 仿佛急踩刹车 速度全慢了下来 龙岸县距离省惠南宁70公里 约莫一个中头车程 景观面貌截然不同 仿佛置身两个世界 鲨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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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跟着村干部 志工们走入乡间 一户户造访 奶奶 您好 听不到是吗 听不懂 她是听不懂还是听不到呢 听不懂 也听不到 那你的欢迎好吗 八十多岁的老奶奶 一个人独自住在泥砖造的房子里 微微透着光 抵挡不了眼东的考验 很薄 对 完全是很薄 枕头都还没有呢 好 那米缸 看看米缸 这里是红薯米 这没有东西 米缸多有米的 空的 空的那个地方放在里面 水 是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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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安县九层以上居住着少数民族 地处大石山区 凌玄大山壮丽蜿蜿 像天字的宝藏 但老天爷赏给老百姓的生计 却少之又少 土地平级 年轻人多半只能留下家中老小 外出征前 妈妈去哪边打工 挂刀 那你会唱会来 一天会再一起 过来会再一次 见到陌生人 难言羞涩 十多岁的两小妹 已是一家之长 她留守家里 代替外出打工的父母 照顾年幼的弟弟 尽管贫穷的磨难 短时间难以扭转 志工们却希望严冬来临前 先为乡亲送上一份温暖 往这边走一点 加油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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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2012年 元旦假期结束后没多久 志工们就为了即将展开的发放工作 忙得不可开交 然后那边的要继续推下来 我这边动线衣的棉被 四十二包 清点 三八三九四十四 刚好耶 圈日数量 物资九丁位 刚才早晚就没有了 我们的动线在这一条线 不能太过来喔 还预先规划发放的动线 如何走得顺畅 就是这边出 那边进 中间有两条线隔开 所以商品就不会撞在一起 最早是三五百户 这个户数 那么通过勘查之后 确实是贫困面比较大 才把现在的人数订到七百多户 两千多人 这是志工第一次在广西隆安 举办东陵发放 不止规模 比原定计划扩增一倍 和当地政府的默契与信任 也边坐边摸索 步步走来也是变数连连 既然物资原来也是由 广州这边发过来 后面也没收到 那么也在昨晚采取了 我就连夜就采购了物资 然后当晚赶回南宁 林道发放前夕 变化球应接不暇 干人发放总窗口 慕容亭的心始终悬着 不敢松懈 从场内到场外 眉歇下脚 再三巡视 生怕漏掉哪个环节 坚定的意念 其实是为了圆满太太 周永静生前的医院 在南宁土生土长的慕容亭 受惠南宁的崛起 十年前就和太太周柳静 踏足会议展览行业 专门协助政府和在地企业 与东南亚国家经贸往来 生活好转了 夫妻俩转而募集善心 资助质运动 也邀约了大约二三十地一起去 但是所带去的物质 都是一些比如说家里不用的 一些旧的衣服 或者还有一些 比如说高跟鞋都带去 所以当时我们也感觉到很无奈 主人的美意 没经过详实的评估 很容易打折扣 夫妻两人一直到两年前 在广州展览会场上认识慈悸 才明白慈善工作 需要的是团队和指挥 之前我们所做的诸学 一些慈善活动 所做的方式跟慈悸人们的方式 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正好这种方式 也正好是我们所学习 所要想传承下来 最好能把它在广西这边 能把它带动起来的方式 像是锁定生命的坐标 人生得以重新定位 慈容亭和周柳记 开始往返广西和广东 传周过省 只为了学习如何帮助人 在他们的带动下 仿佛一滴水滴入池中 善的涟漪逐渐在南岭土地上 扩散开来 经济崛起的中国大陆 一个华丽转身 霓虹流光溢彩 全球各大名牌 聚勇而至 满足每一个追逐奢华的享望 而一股行善理念 也悄然在民间酝酿升温 越来越多人不再满手追求财富 转而从付出的实践中 重新定义生命的价值 看到以后 有没有什么借鉴的地方 赵李丹 在南岭职业的牙医师 生活优渥 旅游足迹踏遍许多国家 不断地用镜头追寻 世界明镜 这是我在节目在拍 拍完后 做成这样 就是拍新疆 就是拍那个 当家界下面的叫凤凰土正 这是很早期 很早期的 在周柳靖的剑影下 赵李丹跟着慈悸上山下乡 四处踏访关怀 走路 走路 走几个小时 他才深刻发现到 原来身边不远处 有许多需要被关爱的人 同样是镜头下的世界 他却找到 生命最真实的感动 你举起相机 真的都是很真诚的笑容 发自内心的这种笑容 觉得就是开心在拍 所以我有告诉 分享给我的摄影朋友 就是说今天拍照是 非常一面感动的一面拍 生命的拼图 仿佛更完整了 付出众人 让赵李丹的视野全然不同 只是引领他的周柳靖 八个月前 一次出差中 火车上突然因病枉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追思会上满是错愕与不舍 无尽的思念 却意外凝聚南宁本地之功 更为坚定的信念 就是因为他把词剧引到 南宁来 然后一直去做词剧 会给南宁广西这个地方带来 很大的转变的时候 就觉得他是很值得的这一生 虽然说很短暂 但是就很有意义的 入夜的龙庵笼罩一片寂静 这股田径却隐隐透着十足的活力 哇 现在我们的家族是我们龙岸圈对不对 来自龙岸圈的四叶者是举手 哇 猪猪赞好多哦 看到自己家乡 第一次有这么多爱心聚集 在地乡亲也组成志愿队 主动加入帮忙行列 明天欢欢我们会把今天在场的人 我们会分成左右两边 右边是第一动线 左边是这个第二动线 我们这边还欠两位男众 欠两位男众 蔡如峰你也是嘛 对啊 好那你在外场 我已经放 对 你是外场 廖国栋跟苏国恩就负责把米 放在这边 好 这样子 发放倒数时刻 忙碌一整天的志工没喘息 还要对物资的品质 进行最后的把关 我去检查 OK 好 OK OK 这样子 每个物资都要检查 给他到底有没有好的 好的 然后放给老百姓 给他吃 我们东西要放给老百姓 一定要好的 我要现在下去呢 你们要感受到吗 我们热烈的欢迎 我们的掌声有段大声 回到在体育馆内的欢呼声 化开了不相识的陌生感 温馨从每个人的心中 荡漾开来 一下子就暖和室内温度 快乐就会多一些 爱是地球给我们的资源 随时记在心里面 好 欢迎 都在这边 好 欢迎 发放开始前 志空满包乡亲准备了姜茶 取走寒意 透过手心的温暖 传递一份真诚的祝福 这两天天气突然间就寒冷起来 真的非常感恩 这一次慈祭十三四月基金会 一行代表114位 昨天能够非常圆满的来到我们的龙安县 来入住 来准备相关的动力物资发放 我们是代表着全球 慈祭上千万的这样的志工们 送上这一份的无限的祝福 公立时期 志工们提前送来新年的贺礼 这里每一个脸庞都是志工希望安慰的身影 龙安县2000多平方公里 面积相当十个台北市大小 因为克斯特地形的影响 耕地有限 居民世代都得与山争地与地争凉 不只收成不好 这几年还未干旱所苦 短则三个月 长则半年 部分村庄甚至还需要政府派水车供应营水 大山里 百姓的笑与愁 全看老天爷的安排 好 白白十指借我一下 四号潘振兴 按一下 轻轻的 好 感恩您 祝福您 来 来 你好 感恩您 祝福您 新年好啊 有四个个好年 好 今天开心吗 开心 开心 是 是 好 好 开心不开心 两条洞线就没停下来过 现场两千多位乡亲 志工们微笑送上新年祝福 祝您新年好 身体健康 新年快乐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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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今天 好 好 感恩您 谢谢您的祝福 来 我们去到这边领米 这一次发放 除了棉内衣 棉袄等预寒衣物外 每户人家根据人口数 还发放大米和食用油 好 快跑 快跑 你好 大爷 好 祝您新年快乐 祝您新年快乐 你有三大米啊 一二三 你不用扛 来 我们请 这个小伙子 来 帮你扛 来 跟着他们走 我扛一大眼的 你扛 重 三十斤了 来 你们跟着走 好好走 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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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是这些日常所需 就相当居民超过半个月的收入 这班牙会不会觉得很重 不 不 跌得重 心里面感觉很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正在住人 穿梭在发放的现场 赵李丹负责影像记录 每一次按下快门的刹那 捕捉到帮助与被帮助之间 那份真诚的互动 深深触动到她的心 这是她过去优渥的人生 未曾有的体验 我们做医生的很难 就是因为经常接触这些 生好病史 很难说感动的哭了 因为我妈妈的手也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很少帮她擦 最早 从一个住人的初衷开始 如今已经孕育出千万个善念 我看到好几位在南领带动的菩萨们 他们都很用心 无论在这个唐康人文活动的带动 或是在这个花旺现场 搬大米等等 这些蓝士啊 非常勇猛 都是抢着要来付出 好 先把这赶安您祝福您 赶安您这边请 欢邀送出每一份物资 是居民温饱过新年的希望 付出的当下 换来的是心灵富足 虽然这过程当中 身体难免有点疲惫难免的 但是内心那么的喜悦跟乏喜啊 真的是很让人感动的 自己付出的少 获得的多 然后就很感动 其实感动和收获比较多 我觉得比乡亲的收获比较更多 基本上都把我们来临的志工都安排 在各个动线上 每个发放点都有 有用心的去承担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学习过程 也是一个给自己成长的过程 当时三亿人 爭先挤上高速铁路般的经济列车 有些人选择早一站下车 慢搭上心灵慢车 在助人利他的行善中 找到人生的新动力 生命的风景也因此丰富缤纷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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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